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建制国家的核心是家天下 这也就意味着清朝是爱新觉罗式的清朝 清政府保护的不会是人民 而是自身的统治 在那个交通 通讯都极度落后的年代 朝廷后皇家对于绝大部分百姓来说是远如繁星的存在 他们能既往的也不会是一个家族式的朝廷 因此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 而换一个统治者的意义除了保证他们吃饱穿暖外 再无其他 其次 现代民族意识在清朝必定是没有觉醒的 百姓还停留在广受压迫 目不时钉的阶段 贫穷和高压造成了他们的普遍麻木 西方列强的入侵如果不威胁到他们的实际利益 那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反抗的理由 不管换成谁来统治他们 他们的日子也永远是同样的重复着 一直到家务中日战争后 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才被唤起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百姓们才逐渐意识到 国家的意义不再是换一个统治者 而是文化性与民族性的传承 这个超级大罕奸 倾家荡产也要给日本买两架飞机 81岁枪毙时还高呼这一辈子值了 他这样究竟是为了啥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往期风采中即可观看 所以请不吝点赞 κε梦